金钟奖颁奖典礼上刚看到了穿着红色西装的佑胜担任的颁奖人 看起来是喜气抢眼 就在今天早上六点钟左右 佑胜在脸书上自曝 他即将要当爸爸了 未婚妻呢就是一直以来陪伴着他的经纪人兼助理小贤 今年31岁的小贤跟佑胜合作了五年 本来是助理 两年前生认为经纪人日久深情 现在是开花结果 哈喽现场所有的贵宾们 你们好 衣线红色西装亮丽强艳 眼佑胜这个造型看起来喜气洋洋 太阳一展在金钟奖上担任颁奖人 看起来紧张 原来内心藏着这个秘密 通出宝宝超音波照片 眼佑胜在个人脸书上 自曝他即将要当爸爸了 脸书上写着小宝贝也满三个月了 感谢身边支持的粉丝跟亲友 佑胜大声宣告 他要当爸爸 将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了 同时也道歉 提到如果影响到作品的讨论焦点 真的真的很对不起 而他的会婚期 就是一直陪伴他的经纪人兼助理小贤 今年31岁的小贤 跟佑胜合作五年 原本是助理 两年前升格当经纪人 日久深情 现在开花结果 还有了爱的结晶 原本打算在明年四月才打算公开喜讯 不过好消息现在传开 提早公开喜讯 至于婚期 佑胜说 等小孩生下来之后 考虑登记结婚 接着刘拉亨连台北通报道 谢谢